活动现场展示职讯班丰富的训练成果 包括有时尚检发体验 道地美食小吃品尝 紧尖按摩以及职家采贵等多元互动体验 让民众究竟了解多元职业训练的机会 今天是我们给我们桃园优秀的职讯单位的表扬颁奖 还有这个就业博览会 那么疫情已经过去 经济正在复苏 桃园也是一个积极发展的城市 所以很多产业都缺乏很多人力 那么我们一方面赶快把这些职讯单位 让他们能够培养出更适合企业界需要 还有更优质的劳工 二方面我们搭建一个平台 让优质的企业能够把他们的职缺 展现给我们所有需要找工作的人 这次的就业博览会 我们一共有60个好的企业 有3000个职缺 我希望说所有要找工作的朋友 都能够找到自己一个适合的工作 桃园很需要大家一起来打拼 我们相信优质的职讯单位 加上这个就业博览会的平台 一定可以让桃园变得更好 谢谢 市府劳动局举办 112年度职业训练成果 暂时鼓动即就业博览会 同时表扬职业训练 及有训练单位 结合劳动部职讯资源 并补导学员习德技能后 都可以顺利的进入职场 训练后就职率达到8成 我要代表劳动部桃竹苗表达 恭喜跟感谢之意 这是我同仁提醒我一定要讲的 那恭喜什么呢 就是恭喜我们劳动局 最近我们获得了一个 就是劳动部委办就业服务中心计划 平和为优等 成绩相当的优异 那另外要感谢呢 就是感谢在职业训练方面 我们这两年来虽然疫情的关系 我们陶师傅在办理职业训练的品质 跟量能上面是相当的出色 那每年几乎开办了至少二三十班 培训了一千四百多人 就业率都可以达到85%以上 那今年疫情解封之后 还把加码开到将近三十班 之前是二十几班了 那真的是非常感谢 为我们桃园地区培育了不少优秀的人才 提升劳工技能并促进市民就业 一直是桃园市政府重要实证目标 透过稳定的工作 进修、考照的奖励制度 提升就业竞争力以及稳定就业 记者林瑞峰桃园厂报道 OK READY 1、2、3、3